原标题,四岁男孩长期腹泻仅重10公斤,上海医生移植奋菌救命。 男孩小文化名,经球就满四周岁,可他的体重只有10公斤。 原来,小文从出生起就不曾有过成型的大便,每日水样便十余次,稍有不注意便发烧感染,腹泻加重。 三个月前更是病情危急在儿童ICU病房抢救。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通过精英检测发现,小文的长期腹泻因免疫缺陷造成唯一的根治方式是造血肝细胞移植。 然而小文已经等不起肝细胞的找寻。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医疗团队利用粪菌移植新技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迅群移植到小文的胃肠道内移植后小文的大便次数减少至3至4次每天。 现在,小文已经完成了肝细胞回溯。 小文病情的缓解得益于医疗团队的大胆尝试。 入院时,三周岁的小文体重仅有8公斤,在漫长的求医过程中,小文接受了正规长期的抗生素治疗。 膳食调整为抗过敏的特殊奶粉始终收效甚为体重不增反显,称重度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及低蛋白血症。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小文进行了精英检测发现,小文是一名X连锁多内分泌腺病肠病肠病免医师调纵合征,简称IPEX的患者。 医生表示普通的抗感染治疗无法改善小文的感染腹泻问题。 医学上唯一的根治方式是造血肝细胞移植。 今年7月,医院组成了多学科团队为小文制定诊治方案。 感染科团队负责小文的静脉营养、腹泻控制等生命支持,血液肿瘤科则积极联系骨髓库寻找配型。 然而配型及志愿者的筛查调度工作约需两个月的时间,小文当时已经围在氮气。 这时,感染科团队医生想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腹菌移植。 医生解释,腹菌移植就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移植到患者为肠道内充建新的肠道菌群,实现肠道及肠道外疾病的治疗。 由于腹菌移植在儿童中开展上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免疫缺陷的小患者更缺少精。 研该院感染科团队在研读众多文献及病例报道明确腹菌移植的安全性后,通过中华腹菌库紧急救援计划,为小文实行了两次进空场馆的冻存菌疫复苏后的腹菌移植。 移植后,小文的大变次数明显减少至3至4次每天,虽然人就是吸水样,但总量明显减少,小文的体重也从8公斤增长到了10公斤。 现在,小文已经顺利完成了肝细胞回书。 移植病房内的另一名小患者也成为粉菌移植的受益者。 小涛是一名失诊鞋小板减少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患儿,在接受造血肝细胞移植后出现了严重肠道急性抗移植物抗素主反应,简称GVHD。 每天解,吸水样变十余次,病情严重时需要依靠麻酯止痛,有敏不尽,只能依靠静脉营养维持。 虽然经过各种抗排治疗,大变人未见好转,甚至出现了急性肠道感染,一度发生肠梗阻等危急生命的病情变化。 正在治疗陷入了一丑莫展之际,医植组在次与感染科团队取得联系,尝试给小涛进行粉菌移植的治疗。 小涛于八月暗序完成了粉菌移植的过程,目前恢复到了每天一次的排便状态,体重也逐渐恢复。 责任编辑贵墙 离 400男人 四分 三分 三分 离